中国东部江苏省一处高速公路今天凌晨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一辆大型货车在大道行驶期间突然失控 猛撞中间的护栏冲进对面车道后和一辆巴士迎面相撞 酿成11人死亡19人受伤 事故发生在今天凌晨1点左右 照获的大货车失控撞护栏后 再撞上迎面而来的一辆长八 导致长八侧翻车上7名乘客死亡19人受伤 货车上的正副驾驶员伤重惨死 事发时尾随在巴士后方的两辆货车 为了闪避而紧急转换车道 也失控反复导致两人死亡 意外发生后现场交通一度大堵塞 当局派员清理案发路段后已经恢复通车 初步调查显示赵氏的大货车当时并没有超载 确切噪音还有待理清 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组织公安应急管理和卫健的